大家好 我叫毛豆 我今年30岁 我这个身材很难让人相信我不油腻 其实我挺害怕在天花板舞台比赛的 我第一次来到这不像今天 它就是几根杠篮掉在上面的 太吓人了 尤其是最后那个肉食动物上来之后 我和黄黄随便一动 这层楼都开始黄黄了 给我瞎的 我说节目还没播呢 我一点名没有 我这就踏房了 我踏房不要紧 搬个脱口秀行业都在房里呢 在线采访还问我有信心能干掉谁 我当时只要牵着黄黄的手蹦两下 这脱口秀行业就团灭了 第二天热搜第一条 脱口秀大会 胖子杀缝了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个推武军人 但是今天就不讲当兵的了 今天就是聊聊爱情 真的我这个体型就可能就和浪漫爱情这四个字没有什么关系 您像就像韩剧里那些桥段 翘原的一女主抱着一摞树 转脚的时候装在了男主怀里 然后镜头在空中旋转 两个人慎情对视 他先会装的是男主啊 他要装的是我在空中旋转的就不是镜头了 女主落地楼梦了 我说刚才装着什么了 是撤吗 剧本不说最后一集被射窗吗 但这种情况生活中很少处现 因为转脚的时候啊 我转脚的时候一般肚子比我现处的 走过了 走过了 很多人觉得胖子不好找对象 但其实我也是有对象的 他叫小燕 他身材能比我好一点吧 比我能庆个三斤五斤的 我觉得女生胖子挺好的 我俩第一次见面都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第一次见面都是咖啡馆啊树垫 我俩第一次见面是农貌市场 那天下着灵性的小雨 我们俩不约而同看上的同一只筑前肘 当我们三只手碰到一块的那一刹那 三只手 你看 我心动了 猪如太的灯光 映着他痛红的脸 我也秀涩地和他大善 我说姑娘 你也铁球镖啊 他说铁什么球镖 这就是零食 就那颗我感觉这不是普通的肘子 这是丑比特的前肘 这一肘子直接打在我左信房里了 我恋爱了 我俩另一种东西刚走出去没两步 雨下大了 我们赶快找小亭子避雨 就像那首歌 就是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而是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但是我发现我片面了 就我俩这个体型 根本不可能同时处现在一个屋檐下 甚至我和我的肚子都不能同时呆在屋檐里 能挡住我俩的只能是大棚 就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而是与他躲过雨的大棚 真的就我俩这个身材 就别的情侣互相依偎在沙发上 披着毛毯 看电影就感觉哇好温馨 哇真浪漫 你看我们俩就感觉 哇这个沙发质量真好 他也经常给我展现他的幽默感 有时候早上起床我叫他吃饭 他还跟我撒娇 嗯 哥哥 你给我帮我到沙发上去吧 我说咱俩你严肃一点 咱俩这种体型不要看这种玩笑 我说不嘛不嘛 我就要你给我帮我到沙发上 我说家伙们在这等着 我把沙发给抱过来好不好 我俩很少拥抱 不是感情不好 是难度太大 我俩抱在一起 这个时候就显得手特别短 就像两只霸王龙一样 我最多才能勾着他肩膀 他最多就能拔着我胳膊 邻居老远也看 他这哥俩在刀边玩蒙古睡觉呢 不过邻居讲啥 我俩也不在乎 就毕竟我俩都很大肚 其实我讲到这混豆人会听着不舒服 就感觉像我一直在吐槽小言一样 其实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啥样 最后我想说 其实你们不了解他 他这个女生啊 他是我幻想出来的 他不存在 胖子确实不好找对象 一直以来在沙发上看电影的都是我自己 早上起床的也是我自己 但是其实我心底里还是很向往这种情节的 都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减肥 所以我在这保证 明年我要减到220斤以下 否则透过休大会我都不上了 小燕你不用减 你就在农貌市场等着我 谢谢大家 我就毛豆腐 ani不 comme我 你需要减肥 电影